這個大陸的能耗雙控 到底對於台廠來講 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其實崑禎昨天在幫大家 整理功課的時候 他就說小畢我一定要來談這題 因為其實對於整個台廠 有好多的廠 除了之前我們說啊 東南亞的疫情很嚴重 台廠可能也要稍微留意啊 不管是轉單效應也好 或者是停產的一些資訊 可是現在好像不是如此 如果大陸這個 有的時候突然宣布 比方說像是蘇州 像是昆山都是突然宣布 也就是從即刻開始 就要先停產到月底 感覺上是對於這些廠商 提前來放這個十一長假了 到底影響的層面是如何 目前初步看起來 大概如果以台商來講的話呢 半導體面板是比較不受影響 可是其他的比方說 像是被動元件啊 PCB等等的 會不會就因為這個限電的關係 而影響到他們的產能呢 那其實相對不受影響 是像是面板跟被動元件 那其實像面板來講好了 他在下半年 我會認為說這個廠 這樣子的族群他比較缺乏力多 所以反而不建議會下去做操作 對那像是其他一些 受影響程度比較嚴重 像是PCB或是一些銅箔機板 跟ABF載板這些 這些族群我反而覺得說 你可以去利用這次的利空 那下去做減便的動作 因為其實 以今天盤面上的重點來看 我們就看今天盤面 今天盤面 先去看比較弱勢的族群 比較弱勢的族群 全部都是落在 就是因為限電所造成影響 族群上 關於這項政策 其實大家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可能他為了要去結電 或是說節省能源 那稍微去做一些限電措施 那有一個重點是說應該 也可以說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當地他們的算是 共同的一個共識 就是說 如果你在當地營收占比 是比較高的話 其實他可以享有這個 優先 優先有這個擁有電權的權利 所以 其實包含像是被弄元件的國巨好了 國巨他為什麼在這一次 是比較沒有受到影響 主要是說 他有一些主要的產能是落在這一塊 對 現在落在蘇州跟昆山廠 那既然是這樣 他其實會有一些比較優先的權利說 好他的可能 他可以用的電量會比其他的廠商 還要來的大 或是說他受限的時間沒有 不用到這麼的長 對那 其實如果是說對企業的影響的話 他主要是會讓 整個下游業者的供貨時間 會拉的比較長一點 那等於是說 有一些訂單 包含有一些營收 他可能會出現遞眼的問題 那大家要記住一個重點就是說 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不管是限電還是一些能源的 限縮 他其實對於整個企業來講 訂單基本上是不會受到 太明顯的影響 因為 因為他不是說好長時間的一個政策 他只是說 短線上的一個 不確定因素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對於他 中長線訂單不會有影響 只是說他的交貨的週期會拉的比較長一點 對那等於是說 這幾間廠商可能他在9月份的營收 會稍微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是看全年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等於是說 他9月份營收可能會因為限電的問題而下滑 對但是對於10月份的營收 可能反而會遞延到10月或是說11月 對所以 所以剛剛才會特別講到 有一些個股 如果說全年的EPS真的不錯 那反而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時間 下去做減便宜 新興跟景碩 他們在APF載板這部分的產能 其實可以說是不相上下 在新產的還沒開出來之前是不相上下 那 今天的新興 因為新興他在蘇州廠的贊品 大約是26% 對那南電是40% 但是新興今天反而跌幅是比較重 對那我會覺得 以新興來講 全年大約是可以賺6-7元左右 那 他的合理的價格我覺得 但以今年來講 大約是160以上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去看明年的EPS 基本上我覺得新興他是可以到200 中場線到200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新興反而就是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6251的電影他其實也是算是一檔 在上面佔比很高的一檔股票 那以電影來講的話 6251的電影 他在今天的跌幅也是有大約是 3%左右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是直接跳空下跌 那 主要是因為電影他在蘇州廠的佔比 也是有70%左右 但是如果是以電影這檔股票 其實我會覺得 是這一次的這個 蘇州廠限定的事件裡面 最值得低階的一檔股票 因為 其實以電影來講 電影他在 今年大約是可以獲利 EPS可以到2元到2.5元左右 那其實 2元到2.5元左右 30元以下的電影 我會覺得 都非常有他的投資價值在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這樣去看 如果說我們以2.5元來看的話 基本上今天跳空下跌的電影 如果是以最低價來看22.5元 他的本益比大約是只有10倍出頭而已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他其實會把他創造出一個 非常不錯的買點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今天6.251的電影 他跳空開低跌破季線之後 馬上就有低階買盤進場 那把他拉到季線之上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檔股票是可以去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說 明天或是說後天有稍微質問 他其實會有一個新的買點出現 反而是針對一些比較沒有受到影響的 例如像是被動元件啊 例如像是一些半導體上中下游 甚至是面板 面板的話 當然就不在討論裡面了嘛 因為面板其實 就算他沒有受到影響 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問題在 也就是報價的問題 所以面板我們可以先忽略他 那倒是 這些比較不受影響的被動元件 或者是半導體族群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低階的空間 那自然而然也不在於 他這一次大家可以來去選的標的族群 對不對 昆真 對 等於是說 如果以這一次 就是說以這個事件來講 因為我覺得就這樣縱觀下來 其實受惠股是 比較少一點 因為其實沒有所謂的受惠股 那如果說 因為一些被誤殺 因為被消息面而誤殺 而出現新的買點 我覺得說大家是可以 比較朝向這一塊下去做 下去做留意啊 就是說關於這件事 那如果說 以整個今天盤面上的族群跟類股來講 其實 今天整個盤面上比較強勢的 算是像是造紙 或者說玻璃鋼鐵跟橡膠 那主要他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受惠於整個蘇州限電 因為說 部分的 產能比較吃緊 那其實他們可以去提高他們的報價 這算是相對來講 稍微比較受惠的族群 那如果看今天整體盤面上來講 其實今天整個盤面上比較強勢的 還有包含像是 整個低軌衛星的族群 其實從上週開始 那一直到今天 他都是持續在強勢 對那 我會覺得以目前的情況 因為其實 目前整個台股盤面上的重點是在於說 其實很多的 個股跟很多的族群 他的 旺季都已經過了 是在第二季 或者說第三季的季初 那旺季過了之後 他其實在今年的下半年會 比較缺乏題材 那比較缺乏題材之下 其實很多的族群會變成說 他延續性會比較強 因為市場資金沒有地方去 那他就會朝向同一個族群下去 做不斷的買進 對那 像是今天也是 很強勢的 像是6285的起跡 我就覺得說 他其實也是可以特別在 持續去留意的一檔股票 因為其實 6285的起跡 他在整個低軌衛星族群裡面 他的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因為近期比較熱門的族群是低軌衛星 那一直到今天強勢的 其實低軌衛星的股票還是不少 對那我會覺得 以低軌衛星來講 因為他還算是一個比較 長線的題材 他真正營收益助 至少要等到明年的 大約是下半年左右 那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我會覺得說 他的本業的獲利也會變得比較重要 因為像是 2314的台陽 2314的台陽近期是非常強勢 沒有錯 但是我會覺得 2314的台陽就 比較不建議下去做過度追價 對 因為其實 以台陽來講 他確實是有一個低軌衛星的夢 低軌衛星的夢在那邊 但是他是比較 他以他本業來講 目前是比較沒有顯著的獲利 等於是說 好 在他低軌衛星實質營收 還沒有進來之前 我會覺得他的基本面 可能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對 所以 像是台陽這檔股票 我就會覺得今天雖然是在創高 但是比較不建議再下去做追價 那像是6285的 6285的起機 反而就可以說 好 台陽創高 那我們就來留意說 機起比較低一點 或是他本身就有其他營收貢獻 在支撐的個股上 就像是6285的起機 對那 以低軌衛星來講 其實還有一檔像是 3305的生貌 對3305 3305的生貌 他其實也算是整個低軌衛星中 他的機起跟他的整個 評價是比較低一點的股票 對 因為主要是 3305的生貌 他做的產業別 主要是在 席高這部分 對 焊接的席高 席高他其實在 這個疫情期間 他就已經有受惠到 整個NP族群跟整個電腦的需求旺盛 那 他的用量有 慢慢越來越大 需求越來越旺盛 那其實 以3305這檔股票 他也有切入所謂的低軌衛星 他的東西是比較特殊一點 他是做所謂低軌衛星 跟地面接收占的席高 對等於是說有一點接著劑的感覺 那 接著劑的話 雖然看起來 好像他的原料沒有到這麼重要 但是事實上 他是不可獲取的原料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你整個低軌衛星來講 像是 起機跟3305 其實在今天 或是說在尾盤 都是可以持續去留意 台陽這檔個股的話 他真的就是一個做夢行情的代表 因為呢 對 因為上禮拜我們有 剛剛小畢有幫大家提醒到 就是我上禮拜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到那個Trainforce的 10大 明年的科技的 創新的產業 那這10大科技產業裡面的話 包含像是 mini LED 或像是晶圓代工 這些我覺得都還蠻合理的 甚至像是記憶體的DDR5 明年的話應該都會 那個就是規格都有提升 那所謂的低軌道衛星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其實我們在7月的那個時間點 就已經跟大家提醒過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大家提醒過 台陽這檔個股 他其實就是轉型到低軌道衛星 甚至是 他就是 紅海的網通廠 那因為其實他 他這檔個股來說的話 因為他的進值 或者說他因為上半年 台陽上半年的 虧損是已經把他的 進值跌到了10塊錢以下了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主管機關就取消他的信用交易 可是沒想到取消 取消信用交易之後 他的籌碼反而更趨穩定 因為他就沒有那種 所謂的當沖 隔日 應該他還是會有隔日沖 但是他就比較沒有 那種所謂的當沖的賣壓出現 然後也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是 竟然 投信也在 就是上禮拜的時候啊 突然去做一個連續兩天的買超 然後也讓他的成交量有比較明顯的放大 那因為其實在這個狀況來說的時候啊 就會 那個市場上面就會開始講說 哦有啦 那個台陽 他在下半年的一些相關的轉型 包含像是5G啦 包含的車用啦 像是低軌道衛星這些相關的產業 都有去做出貨放量 甚至他的第四季 都有一些新街的訂單都會發生出來 然後呢 可是就變成說大家都在喊所謂的第四季 因為他也是上個禮拜 就在9月23號的時候 公告了8月份的自己的損益哦 他8月份單月還是淨損了0.2元 也就表示說他Q1Q2虧損 然後到8月還虧損 然後可是投信敢買他 那因為就在講說 那個下半年他有新的訂單 而且他說他可以在2021年的時候 虧轉盈 然後明年持續成長 然後所以他就帶來了 短線上面一個非常強勁的走勢 然後可是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呼應到我 我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 因為接近就要到第四季了 所以就不看第一 第二季的 甚至上半年的獲利了 然後大家都在看說 看說第四季能夠接到什麼單 然後明年能不能成長 那剛好也是低軌道衛星 明年確實是有成長 因為包含像是特斯拉 SpaceX 他的 低軌道衛星也在 9月份的時候覆蓋了全球 然後甚至像是明年的話 他們也會持續的成長 因為全球性的低軌道衛星 或是像是全球性的 這個通訊的 就是低軌道衛星的這個通訊 也都會 到現實生活來 因為包含像是中華電信 也說如果 那個馬斯克來台灣的話 他一定第一時間跟他合作啊 所以台廠我覺得最大的利益 就在於相關的 地面設備跟 地面那些接收器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就是這個時間點 那個要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週末行情真的開始啟動了 連這種虧損的公司 虧損的個股 那投信在買超之下的話 他也可以變成是活蹦亂跳的 他的這個老實說 獲利真的很不好啊 8月份還是賠錢 上半年也是賠錢 8月份剛剛公佈的這個 財報狀況 也是賠錢的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說你要看本益比的話 大家想看一家77塊的公司 還賠錢 你買的下去嗎 你買不下去對不對 你不敢買 你光看本益比的話 你光看營收獲利狀況的話 老實說你真的買不下去哦 這個一個不賺錢的公司 快要80塊了 這怎麼 這怎麼 怎麼去評價他 但是 你再看一個東西哦 大家看 投信在上個禮拜 連續兩天的一個大買 連續兩天的大買 大家知道我就一開始跟他講的 投信 外資有假外資 投信沒有假投信的哦 所有的投信都是在我們金管會有登記的 那他們買股票 尤其是買這種像這種 賠錢的公司哦 或是股本太小的公司 或有些 有特殊性爭議的公司 他們是要寫報告的 要寫報告呈上去 所以他們敢去買台陽 這個上半年甚至8月份 還虧錢的公司 你就要特別留意哦 其中一定有我們 這個投資朋友 大部分投資朋友 不知道這個原因 一定有你們不知道的原因 那為什麼這個投信 敢去買這個台陽這家 目前還是賠錢的公司呢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個台陽是因為搭上 這個美國星鏈計畫 就是這個TESTA創辦的 馬斯克的這個星鏈計畫 那這個星鏈計畫 這個明年 我既然從10月份 開始就要在全球運作了 那明年的這個需求 會大幅的一個提升 那雖然說公佈的8月獲利不好 但是他除了這個星鏈計畫之外 更重要什麼 他還獲得了 美國衛星廣播服務商 Dish Network 這個青賴 拿下了 5G的無線電單元的訂單 他要根據他們的這個規劃 到2022年上半年 就會達到全美兩成的人口覆蓋率 2023年上半年 達到7成的美國人口的覆蓋率 那假如這個計畫承認的話 台陽已經打入了這個重要的供應鏈 所以他是率先受惠的一個廠商 算先受惠的一個廠商 所以我們綜合來看 就是我一開始跟他講 你先看 投信的買賣超新興 你發現 投信去買一個 還不在賠錢的公司 上半年賠的1塊多 到8月份還在賠錢 突然去買一個賠錢的公司 背後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